大家好,我是乘科 今天从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过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生命的基因组 小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人说 叔叔说 乘科,你这么像你爸爸 也许会有说 乘科,你像你妈妈多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学过生物的人都知道 因为我们的DNA 也就是碱基 一半来自爸爸 一半来自妈妈 那么毫无疑问 我们的面貌特征 是他们结合以后的体现 那么这个体现 不仅仅在面貌上面 我们的身高 我们的盼寿 还有我们自己 是否容易患上某种疾病 都跟我们的基因背景 是密切关联的 那么在这个背后 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我们看一张万人迷的照片 我想大部分人对他都不会陌生 它从我们术语的角度来讲 是由一乘以十的四十方个细胞组成 而且每一个细胞 从外到内 分别是由细胞膜 细胞浆和细胞核 三大部分组成 所谓的细胞核 顾名思义 就是核心 是细胞最主要的成分 而细胞是构成了我们这个有形世界 有生命世界的每一个有机体的 基本的单元 那么这个细胞的细胞核 再往下分 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这就是刚刚黎根老师讲到的 在1953年的时候 人类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发现 再往下看 我们再从大到小 就到了我们的细胞核 染色体 DNA的最基本的单元 我们称之为碱基 那么在这里面是有几种呢 是有ATGC四种 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是只有四种的DNA 来构成我们3.2乘以10的9 吃方个碱基对 这就是我们人类基因组的数目 好 我们刚刚是从宏观到微观 从贝古汉姆到了碱基 到了DNA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 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首先是DNA的四种 最基本的成分叫ATGC 然后它们形成一定的训练 训练再往上走 有功能的训练 我们称之为基因 那么基因和包含在基因周边的蛋白质 和RNA 我们把它称之为基因组 基因组构成了细胞核 细胞核是细胞的主要成分 细胞再往上走 形成了器官 形成了系统 比方说我们的呼吸系统 我们的血液系统 我们的消化系统 最后面 贝克汉姆走装完毕 这就是我们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它很奇妙 奇妙在哪些地方呢 比方说大家都会问 基因是个什么鬼 基因有什么作用 在我们生物学的教科书里面 这一个所谓的中心法则 从DNA开始 然后到RNA 到蛋白质 这一个过程是最终的目的是形成蛋白质 孩童的微笑 情侣之间的眉目传情 我在这里讲 您在下面听 所有的动作都来自于我们的蛋白质在执行功能 那么既然DNA如此重要 所以它被称之为我们生命的源代码 这个源代码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活动 我们所有的可能 我们所有的 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活动 都能够回溯到DNA上面去 找到它可能的原因 来解释它 很多时候是一种关联 现在有一些因果也在逐渐的被证明 正是因为基因组的极端重要性 那么人类的科学家就开始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具体讲是1990年 以美国科学家和英国科学家为首的 遗传学领域的科学家们联合起来了 发起了人类基因组计划 这个计划呢 简称叫HGP 由六国科学家 当时计划是15年的时间 测序一个人的基因组 为什么要这么花时间呢 因为在我们的基因组里面 它的大小是3.2乘以10的九次方 而且在这么多训练里面 75%以上都不是完全不同于别人的 换句话说 它里面有很多的重复训练 那么这个重复训练的存在导致了 我们想把它从1到3.2乘以10的九次方 这个过程完全弄清楚 是不太容易的 到现在为止 从1990年起始到2000年 为了应景美国总统先生 说我们完成了人类最伟大的计划之一 宣布炒图 到2003年出来精细图 到现在为止 这个版本已经更新到了第38版 最新的更新时间是2013年的12月 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可以预计的是 它的更新还会在持续的不断的进行中 只是说更新的幅度是越来越小 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 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之后 相关的车序的产业也是蓬勃发展 这样的直接的作用就是 我们可以了解更多物种的 更多物种的基因组是什么样子 那么到现在为止 这两天看的数据是有将近一万种的物种 已经有了自己的基因组 那么在人与黑猩猩之间 其实大家可能如果不做基因组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我们的总统先生和黑猩猩 大家猜一下大概有多少的相似度 有人会给出一个大概的一个 60 70 80 90的人都有 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是99 那边的那位女生答对了 那么从基因组织的这个角度来看 当我们去认为自己多么的与众不同 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和新兴的差别都只有1% 而且再往更大范围的来看 再通过更大的物种来看 我们人类的基因组并不是最大的 我们的基因数目也不是最多的 最大的基因组来自于日本的一种植物 然后最多的基因 在这张发生片上我们可以看到 是来自于我们平常不起眼的玉米 大概5万个左右的基因 那么中国人和美国人相差多少 只有0.1% 我和你99.9%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差别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要记住 因为它的基因数是3.2乘以10的90分 所以你去乘之后 那么这个差别也是到了10的40分到50分之间 经常我们会听到说 这个疾病肯定是跟基因突变 不管是肿瘤还是其他的 糖尿病也好 心脚疾病也好 经常都能长到某一种基因的突变 跟某一个疾病是相关联的 请大家一定注意 在这里很多情况下面 它是一种关联 关联是什么呢 它不是因果 因果是说 我和我老婆的存在 导致了我女儿的出生 那么关联是什么呢 关联是 它不是一个因果的关系 它只是一个随带的关系 比方说 我女儿碰巧散了这家幼儿园 而不是那家幼儿园 它三幼儿园和它的存在 是一个关联 而不是一个因果 所以呢 我想要讲的就是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 基因突变 我们听到的是 很多时候是一种关联 它并不可怕 而且我刚刚说了 哪怕我们99.99% 只有万分之一的不同 但是基数足够大 每一个人能够 身上每一个隔代下来 比方说我们从爸妈妈那里 寄从的这么一个基因突变 每一代大概是72个 这是有据可循的 而且这72个里面呢 大部分是来自于父亲的贡献 有的那个遗传学家就说 其实净化的动力来自于父亲 因为它显得了更多的突变 它更有可能给后代 带来基因的多样性 更有可能使得后代与众不同 正是因为基因组学得如此重要 然后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呢 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 并没有放弃追逐 当时人类基因组计划 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太少了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么后来千人基因组计划出来了 我们测一下黄种人 测一下黑色人种 我们测一下白种人 然后每一个人种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其实虽然差别可以缩小到十万分之一 但是 但是还是这个但是 为什么呢 它的数目还是足够大的 所以千人基因组计划出来之后 我们有可能今后再用的时候 在训练比对的时候 我们不再去比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那个HG38 而是比我们自己的 比我们中国人群的 比我们中国南方人群 满足里面的 某一个亚系的人群的基因组 这样才更有可能找到 我 突变了什么 我有哪种疾病的可能性更大 这就是千人基因组计划的这么一个初衷 然后后来 为了把 一直困扰人类的癌症解释清楚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有两大组织 分别是加拿大人领衔的国际癌症基因组联盟 和美国人领衔的癌症基因组图谱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用基因组学的方法去测序某一个类别的肿瘤 比方说肾癌 他选择了500多例患者 同一个类别的肾癌 来测序他的基因组 来描述他 哪些是常见的突变 哪些突变跟育后相关联 哪些突变 我们现在有哪些药可以来用它了 然后对患者的后续治疗做一个指导 这个计划 美国人领衔的TCGA计划 已经结束 去年结束 加拿大人领衔的ICGC 现在还没有结束 但是毫无疑问 我们人类的最主要的肿瘤 不管是白肿瘤 黑肿瘤还是我们黄肿瘤 就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这样就导致了大量数据的产生 我们知道一个U盘 可能大概10个G 再往上乘以1024倍是4个T 再往上乘以1024倍是4个P 而我们研究所里面 现在的数据储存量远远高于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数据 无时不刻不再产生 这样的数据量意味着 我们需要更大的容量 需要更大的容器 来把它装下来 不然我没有办法去比对它 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用它 那么这样的直接后果 就是大数据 所谓的生物大数据 大到了T级 大到了P级 那么刚刚P T和G 分别是1024倍的差别 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然后那么这大数据的应用 在哪一方面呢 毫无疑问 精准医学的出现 是对大数据最好的一个回馈 因为花了那么多的钱 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 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数百亿美金的投入 那么对我们人类产生了如此多的数据 我们不用它 那岂不就是变成垃圾了 其实精准医学并不仅仅只是美国总统 在他2015年和2016年的国庆之文里面提到 在之前在我们中国 在我们中国科学院 还有以及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很早很早就有人提出了精准医学 因为需要针对每一个人的基因背景 针对每一个人的蛋白背景 来做个性化的裁剪 来做个性化的治疗 这样所谓的精准医疗 如果说大白话就是 哪里坏了修哪里 这是最idea的想法 现在呢 这是在癌症领域的应用 精准医学 那么在癌症领域的话 应用我用了一个流程图 这个流程图讲的是 术前的影像 这里面是一个肝癌文例 这个地方又后院有一个总块 那么这个影像 结果出来之后会有一个 那么大部分的患者会想着手术 手术之后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病理学的判断 整断为肝癌 肝癌的哪一级 到了TNM的哪一期 然后之后呢 这样的手术切切的样本 我们可以进行 进行健库 健库以后这测序 基因组学测序 测序之后进行分析 分析以后呢 然后一个board 这所谓的board 就是一个董事会 这个董事会里面会包含 至少四类的人员 生物信息分析学家 遗传学家 然后那个临床大夫 病理医生 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坐下来讨论 这一个患者 他的基因背景 是什么样的 哪个突变 我们现在已经有药可以用了 哪些突变可能是致病的 哪些可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只是一个乘客突变 而不是一个driver突变 不是一个主要的突变 那么这样的话 出来之后的讨论之后 我们就针对这些可用的突变的一个频谱 进行一个验证 回过头去 再用一代测序仪进行验证 验证结束之后 我们给出一个报告 给患者说 您这边肝癌 然后现在到了什么 已有的病理学分析 到了哪个层面 然后现在的基因组分析 是哪一个状态 你现在有哪些药 可以用针对你的 而且这样的报告 就是精准医学的 最直接的体现 在国外 现在已经应用 大概有五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在他们的顶尖医院 是五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也还没有完全的铺开 在我们中国 也是刚刚在起始 中国人从来都是勤奋的 在国外的话 他们现在也是 这是三月份的资料 他们还需要一个月 在我们中国 现在十天 十天能搞定 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主角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 他自己就做白血病研究的 在2003年的时候 自己得上了自己所研究的那种白血病 那么以往的方法 当年12年前 也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也就是化疗 然后再过了五年 复发了 复发的时候 没什么好办法 常规 所以我们就能够如果有配型成功 就进行骨髓移植 它移植了弟弟的骨髓 好景不长 到了三年之后 它再次复发 这个时候 癌症基因组学的进展 正是在一个高峰阶段 测取的费用 也从27亿美金 降到了大概100万美金 那么这个时候 学艺的人会有一点好处 也可以说是 可能普通名证 就会理解为小白鼠 但在这里 他勇敢的尝试了 癌症基因组学 发现它有一个基因 是异常高表达的 而且这个异常高表达的是基因 它还有把上的药物来治疗它 这里面有一点是特别要强调的 这个把上的药物 它其实是治疗晚期肾癌的 换句话说 对于卢卡斯来说 它用的是治疗肾癌的药物 来治疗了自己的白血病 那么现状如何呢 最近的资料显示 它还是存活的 这是一个幸运额 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十二三年的时间 那么它的存在 对于白血病来说 是一个奇迹 对于肿瘤基因组学的应用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 另外一个例子 是关于痰尿病的 这是这一位长者 是那个Stanford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自己也是做遗传学研究的 那么他的故事是什么呢 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 这篇文章发表在 422期刊 422期刊是我们做生物学研究的人 是最梦梦以求发文章的地方 可以近视地把它理解为顶级期刊 那么在这个里面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在600多天的时间里面 分20个时段来采集他的血液 然后做基因组学的分析 最后面他发现 他有逆患糖尿病 R型糖尿病的风险 那么这个风险值还不低 大概在0.5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有点早起瞒欢了 就像我们之前也在网络上看到过 Angela Julia会因为 家族逆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过大 然后把乳腺全部给切除了 在这个例子里面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当他知道自己的血糖 在称称称的升高的时候 那么他就进行了行为干预 行为干预之后 他的血糖下下来了 毫无疑问 对于他来说 精准医学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因为他成功的延缓了 自己的糖尿病的进展 然后很有可能 让自己的糖尿病的发生时间 往后延 甚至是不发生 这是两个经典的例子 一个是癌症 一个是糖尿病 那么这么好的例子 我们大部分人支付得起吗 当然是肯定的 2000年的时候 这个费用是27亿美金 到了今天 他变成了1万元人民币 然后这个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都是我们形容是从直线是下降 13年变成13天 3000人变成了3到5个人就能搞定 所以 1万块钱 一个人的基因组 而且这个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费用还会继续下降 可能最终的目标 业界的最终目标就是1000块钱 1000块钱测一个人的基因组 而且就像昨天讨论的时候说到了一样 也许5年之后 5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今后就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面 在自己的APP上面 查看自己的基因组 享受因为生物大数据 因为基因组学数据 因为精准医疗 带给大家的普惠 正是因为生物数据的如此的复杂多样 它的层次也是除了前面提到的DNA RNA和蛋白质还有更多更多的层面 比方说他们各自的修饰 比方说他们跟环境的互做 那么这么多的数据 作为一个大夫来讲 他是不可能完全记得的 对于患者本身 或者说对于我们绝大部分的民众来说 没必要去记着这件事情 因为有人替我们去做 以IBM为代表的这么一些大的商用机构 他们推出了所谓的IBM的Dr.Watson 也是借用了1953年发现双螺旋DNA的 发现者之一Watson 他的名字来承认了这么一个 所谓的电脑医生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15秒 15秒的访问时期间之内 能够搜索百万级别的文献 能够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里面 可能是在整段阶段的 可能是在治疗阶段的 而且每一个方案 它后面都会有相应的参考文献 而不是贫困而来的 按照网络上的说法 就是几乎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可能医生不见了 不一定是被魏德西吓跑了 也可能是被电脑给替代了 事实上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 不论今后怎么变 大夫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电脑它所做的事情 虽然它如此强大 有极大的基因力能够在15秒内给出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是基于已有的酷 它没有推断的能力 当然了如果我们说 现在基于α狗能够是击败你 是有其他的可能 但是至少在现在的目前状态下面 这只是一个供你们搜索 供你们前所的酷 而不是一个具有推动的 具有推上推演的能力的 这么一个有逻辑思维的 一个内化的真正的人 所以在很长时间内 大家想象到那种 我到医院去就对着一台机器说话 然后他就告诉我 我去哪里做检查 然后给我抽血的也是机器 给我抓毛的也是机器 给我做手术也是机器 这样事情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能说他绝对没有 既然如此好的东西 为什么要广泛推广呢 之前是因为费用的原因 现在就我们国内现在的状态来看的话 有以下几个方面 是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些壁垒打破 比方说因为它是新的事物 在监管层面呢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理善 没有一个真正的有条文的规定 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怎么做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对于患者来说 或者是患者的家属来说 非常非常想参与进来 非常想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他们只着急 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途径 而对于医院来讲 最直接面对患者的这么一个机构 他们也非常享用 但是他不会像医院的任何一台设备 买台CT配几个大夫 买台持公证配几个大夫 搞定了 就能知道什么事情 这里面没有说 我把测序仪买回来 然后我再配几个 因为医生没有 都会做测序仪的 然后测序结构出了以后 医院也不会分析 OK我们放到第三方 第三方机构 问题又来了 第三方机构是云轮混杂 大的做得很好 小的做得很差 我们经常可以在街边巷尾看到一些兜售 给你孩子吃个基因 看他聪不聪明 给你孩子吃个基因 他适合做科学家 适合做艺术家 还是适合去当教师 这些在现在为止 因为我们的这后面的库不够强大 都是一些虚招的广告 都是过大的 还有第四个层面 就是没有一家第三方机构 能够把我前面提到的四个类别的专家 集中起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行业还没有 还处于他的这么一个初步阶段 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但是曙光已经出现 今后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人类从有史以来 死亡的原因一直在变迁 一百多年前 绝大部分的我们的祖先 都是因为饥饿和战乱的原因 到了上个世纪的上半叶 感染性疾病 比方说西班牙流感 还是黑死病 曾经留下的创伤 当我们今天去读教科室的时候 仍然心有余悸 然后到了上个世纪的下半叶 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成为了死亡的主要原因 有一些科学家医学在预测 在当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 在即将到了的未来 神经系统疾病 将成为我们人类消亡的最主要的原因 基因组学能够解释所有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基因 每个人的基因是只有一套的 但是基因上面所修饰的 所依附的 所被 粘附在上面的修饰的分子 是多种多样的 回过来 基因只有一套 基因上面的表观修饰 可以成百三千套 现在这个数目 仍在持续的增加 比方说我们的头发 面貌 我们的骨骼 我们的肝脏 同一套DNA 但是不同的表观 所以它们不同的表现型 毫无疑问 时至今日 生命的天书 我们经常说明它的天书 因为它有十九之方个 数都数不过来 这么数下来的 不知道数多长时间 它已经被打开了 但是更多的精彩 期待表观遗传 期待它给我们带来 不一样的应用 最终造福于我们人类的健康 为我们人类 谋更大的福祉 谢谢大家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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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